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于大肖 今天我们打卡的位置 没错就是3 Mile Village三里头 那其实每次来三里头我都特别高兴 因为不但可以看到很多长得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 这里面还有很多咖啡馆可以选择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在三里头里有哪些值得打卡的咖啡馆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Take your cafe in 三里头 我们第一家来的叫Grakit 就在工田旁边 我们今天点了一个日晒的夜家雪飞 但今天这个夜家雪飞特别不一样式 是用红锡做的夜家雪飞 价格其实比手冲会贵很多 因为手冲的价格我记得好像是60多 然后你如果用同样的豆子和红锡做的话 就变90多 我还挺期待的 那个日晒的发酵的果味特别浓 哇塞 好喝 我觉得比手冲的要好喝很多 因为它比手冲整个的味道要饱满很多 好喝 其实很甜甜度红膏很喜欢 因为我平常的自己也比较长点也该雪飞 通常点都是手冲 但是这个红锡呢 就明显它在整个的那个口感的那个浓度 跟强度更加要比手冲要大一些要浓一些 红锡它虽然可以把一只豆子的优点放大 但如果你操作不到或者你不熟悉的话 这只豆子的缺点也会同样倍放大 刚才就是听那个店面的人介绍说 给我们做红锡的这个小姐姐是红锡冠军来人 冠军果然名不虚传 非常好 来尝一下美食 美食呢是比较能展现一个店里 传统的意识拼配的豆子 水平到底是如何的 很均衡 没有杂味 表现相当不错 非常棒 尝一下蛋糕 跟我期待的有点不太一样 里面那个巧克力好像加了一些水果雕性的东西 我吃了以后那个舌头直棒蒜水 就像我吃柠檬的那种感觉 还是咖啡更好喝的 好可怕呀 如果第一家就这么好了 那后面的咖啡馆我们要放下吧 Go 中立咖啡公司 这个圈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口 已经成为了很多人 一来打卡的一家公司店了 春丽咖啡公司 最主要的是什么 优秀 十三号 排队咖啡 让美食还没有小窗口的消息细微 是我 排队咖啡 它其实是加了一点巧克力在里面的 这我还蛮喜欢它的这个很复古的春丽咖啡公司 或者几个字体 最重要的是什么 优秀 看它是不是一个名副其实很优秀的咖啡 对小姐姐很善意的提醒我们喝钱要摇鱼 我就很难摇鱼 一点 为什么迫不起来 因为它下面摸起来是冰冰的 但上面express是弱的 所以这样给它混合一下 温度混合一下 口感会更好 你看瓶口这个 成立的 这个 头像 尝尝啊 嗯 好甜哦 嗯 牛奶很不错 然后咖啡跟牛奶的混合也比较均衡 但是 对我来说可能太甜了 我还是喝喝这个美式看一下这豆腿本身的味道吧 其实我刚才打开瓶子 那一瞬间那个咖啡豆腿的香味就是一下子顺着一瓶口 都钻进我的鼻子里了 很香 是很明显的那个坚果跟烤古物的那种香气 很柔和很均衡 因为其实我带那个网上就有看就觉得这是一家只适合拍照 然后觉得咖啡很一般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要为它证明 豆腿是很不错的 非常值得来打卡 就是来打卡的原因不只是这个地方很special 就是很复古的感觉很适合来拍照 咖啡同样很不错 现在太阳又出来了 超伤 我现在有点后悔我点了这个美式 因为现在突然变热了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喝甜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点像什么排队咖啡啊 冷红咖啡 然后如果大家还是喜欢喝咖啡本身的味道的话 可以可以给美式啊拿铁针 就是这个很好的是 所有的那个包装都是这种外带的一个小瓶子 然后你还没喝完的话 你可以随身带着 那我们就赶紧去下一代吧 在Molly Skin呢 它本身的品牌是做像本子啊笔啊这些文具的 然后三年从这家咖啡馆里面 他们应该是第一家的快捷咖啡馆 所以呢我太知道他们家的咖啡会做的怎么样 我点了一杯美式 一杯卡布 美式呢是为了想看他们家的豆子来怎么样 然后他家的豆子 如果美式多了也不是去提醒他的话 直接是我们第一居做的 然后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呢 他是有意识机构做了一杯美式 看起来好像油脂没有特别的功夫 可以尝一下 吃口袋那些 那面就还不错了 美式就真的太苦了 而且苦得有点脚 我们再尝尝卡布啊 嗯 我们要不还是够个本子吧 我喝完美式以后 我其实对卡布也没有太多的期待了 因为本身那个基底的一圈子的豆子是一样的 这个豆子总是烘得比较焦苦 然后没有什么风味以及甜味就跟我们说了 就是你在网上随便自己在家里买买豆子 穿出来的美式可能就是这种味道 卡布同样是奶沫也没有很丰富 然后跟牛奶奶酱的味道 可能也不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味道 只如我是冲着咖啡来的话 我可能会有点失望 费了本子 我可能会来这逛逛逛逛逛逛 就是为了咖啡的话 我应该不会来这家咖啡馆 第四家呢是来到一家那里花园的咖啡馆 叫瑞斯塔 Specialty 点了一杯花围的冰冰 因为今天从早到晚都没有喝一个冰的 所以特别想试试 也太远出来了 今天现在变得热了 然后呢 逆时呢就点了一杯5米拿铁 今天我已经喝了一天了 我可能再喝一杯大拿铁 我已经喝不动了 迷你拿铁对我来说简直是perfect 先试一下这个花围 虽然是油味道很低的 但是发酵的味道还是挺重的 哇塞 冰冰甜甜 哇 好喝 哇 我嘴巴里开花了 你知道吗 它是一种很甜甜的 黄色的 但有十贵香气的花朵 在我嘴巴里 发酵的绽宝 很甜 花果香非常非常明显 推荐推荐 还好喝 这个好喝这个好喝 来个试 因为它比叶家水飞的果香味 跟甜度会再更高一点 日帅的花葵这款 整个香气的复杂度 跟香粉度还是要高很多的 冰的都还可以这么甜 这个酸度都很低 好喝好喝 对 我刚才拿这杯妮妮拿铁来尝上 因为再说它那个味就擦了 我为什么喝起来觉得 它这个奶磨有泄粉的味道 真的 泄粉 我第一口真的全都是泄粉的味道 不过就是像这种维密拿铁 它虽然奶少了 但是Express的比例增加了 它考虑普通的拿铁 卡片能不较高很多 像整个卡片跟牛奶的平衡度很好 就是如果要点什么拿铁卡片的话 就上的第一项要感觉喝 因为那个丰富的奶磨 那个绵密程度才是最棒的 你如果要等一会的话 比如说来到天 可能会点它一下错 就是它可能也不错 但是它不是一杯咖啡 就最佳的状态 感觉咱们这一杯咖啡 记得来用 就回家了 Let's go 你知道吗 他们家每一个面包我都很想买 而且那种很生气的事情 脏脏包卖美的 他们家脏脏包是一组来的 然后每个人只能买两个 但这次感觉没有碰上 so sad 虽然脏脏包没有买到 但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是不错的 香蕉巧克力的牛角 尝一尝 底边就有巧克力的酱的心了 你看到吗 好吃 这家的咖啡没有太多的选择 就很传统的一些意识啊 美式这些 所以我就点了一下美式 看了一下它豆怎么样 因为看磨豆鸡跟咖啡机的话 至少设备来说还是比较专业的 太烫了 古屋的香味还是有的 稍微有一点点苹果 平均水平 稍微往上一点点的那种咖啡 但是我觉得 如果它的面包 虽然我现在只吃了一个 如果它的面包可以打90分的话 可能它的咖啡 只能大概是70分左右的样子 喝热美式的时候 不是很喜欢这种外带杯 因为就太烫的话 会有那个里边内膜那种 纸杯本身的味道 就会混淆你的那个风味 就是如果面包跟咖啡来讲的话 我可能就真的会忘掉它了 我觉得来吃吃面包 可以拿还是可以的 咖啡嘛 一个是选择比较少 但是呢味道呢 就是普通 average 就很平均的 就没有什么 nothing special 就是跟面包比起来 很容易被忘掉 结尾就是吃掉所有的面包 真的太好吃了 今天的咖啡馆餐店呢 就到这儿结束了 那你对哪家咖啡馆感兴趣呢 欢迎来三里村来 Take care